中國新年過年期間 和家人吃團煉飯 難免餐餐有大魚大肉 可能導致消化不良 脹氣難受 台灣營養師和中醫師教你如何避免 引測緩解脹氣 讓你快樂個好年 好吃for Facebook 田文指出 吃年菜 吃零嘴 喝酒雖然很開心 但幸福完了之後就鬧脹氣就太溯興了 到底為什麼會脹氣 避免脹氣又應該怎樣吃 營養師陳怡婷分享常見的五大脹氣原因 分別是 吃過多容易產氣的食物 進食習慣不佳 高油脂飲食 腸道愚動慢和特殊疾病 所以第一步要避開異脹氣的食物 包括蔬菜 有椰菜花 蘆筍 韭菜 大蒜 洋蔥 椰菜 青椒 水果 西瓜 芒果 蘋果 梨子 雪梨 葡萄乾 豆製品 豆漿 豆腐 豆干等 此外 陳怡婷提到 含氣食物有碳酸飲品 氣泡水 部分澱粉食材 好像 番薯 糯米 薯仔 還有牛奶等相關含 乳糖奶製品 以及 高果糖產品 好像蜂蜜 手搖飲 無糖甜色 油炸食物 香口膠 都是要減少攝取的食物 第二步 飲食遠離高油食物 作量減少油炸食品 或者是本身 即是帶有高油脂的食物 例如是五花腩 煙肉 腦肉飯等 因為油脂會延遲 胃排空 導致大量食物 累積在腸胃度 第三步 用餐時要細著慢煙 除了可以讓食物變小 更易於消化之外 亦可以增加進食的時間 避免吞入過多空氣 減輕胃負擔 這亦有助於提高爆竹感 減少進食量 進而降低腸道氣體的產生 第四步 親後多運動 如果肚腸胃已經脹氣 那怎麼辦 台灣上海同德堂 胡乃文中醫師說 如果肚左邊有氣 可能是大腸問題 和排便有關 右邊有氣可能是消化食物問題 再者 雖然注意保暖 但是還是會腹石 腹象 就是胃寒的現象 寒氣太厲害 用中醫方式 是要溫胃寒 例如用小健中湯 里中湯等處方 可以找一個醫生診治 對症下藥 此外 最好不要吃太涼的東西 零食和堅果 亦是大家過年喜歡吃的東西 一不小心就熱量爆表 營養師 黃宇軒在《好吃貨》 Facebook 分享100卡 可以吃多少堅果的計算結果 以醬油瓜子為例 大約是20克 大約是68顆就已經達標 腰果9顆以上就破百 南瓜子 大約吃53顆就等於 進食了100卡路里的熱量 葵瓜子51顆 開心果25顆 花生15顆 杏仁果12顆 夏威夷果8顆 合途4顆就含有大約100卡的熱量 台灣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在健康生活專區提醒 如果吃太多消化不完 身上的脂肪就會越多越多 最後造成肥本問題 增加身體負擔 形成健康上的危機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成人 每個星期應該進行150分鐘 中度身體活動 兒童和青少年 每天都應該至少達到60分鐘以上 中度的身體活動 即是每個星期累計 有420分鐘以上